大家好,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致 那我們今天呢 開始要開始講右邊的 右邊的比較少度 就是筆畫比較少 最重要呢就是像口這一種 筆畫少,然後扁扁的 所以這一種方式呢 相對於左邊它比較大 那怎麼辦 為了重心的問題 我們來這裡探討一下 要平衡嘛 我們說萬事萬物嘛,平衡嘛 視覺感覺也是一種平衡 那如果說今天呢 如果把如這個字 大家都寫扁扁的 那實在很不好看,為什麼 這邊策畫那麼多 好,那再來就是平均而言呢 這裡我們腳都會 這裡寫比較短 這裡比較長 很少女會寫這樣 這不好看 這不好看 這樣子這裡反而就鬆掉了 所以一般而言 我們會把底部這邊寫短一點 我們來注意看這個結構 然後上面寫長一點 當然這裡不一定那麼長 但是中途在這裡寫長 這樣寫完之後 基本上這邊是比較 底盤比較重的 底盤比較重的呢 這口當然就寫低會比較好看 如果寫高呢 這樣子這裡鬆鬆的 就沒有東西 可以 這隻腳已經寫完了 沒辦法拉的 出 當然有 傳書是有 可以拉過來 但是我們這形凱 凱書是 或者行書是 沒辦法拉的了 那所以呢 唯一的話就寫低一點 尤其是後面寫嘛 後來才寫 所以只能 前就寫過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結構上 這一種大概是 就都會寫成這個樣子 這一種 比如我們這個如字 好 那我們這一部分會介紹 大概三四個字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先用鉛筆寫一次給大家看 戴上來 戴起來 這裡要戴過來 重新起筆 砍在這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用毛筆寫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 盡量如果你有 從中間插入才看的 盡量從頭看 不要只跳著看 因為我還是有一種秩序性 就是說越來越難 那講的東西是跟 前面的基礎是有關的 所以 你如果從中間 我是覺得不好 盡量把前面的 然後不是只有看 還是要 筆拿起來練習 至少要拿硬筆 毛筆有 是最好最好 好我們再看一下 筆尖要調好 調尖 要很銳利才行 來看一下 這下來 因為這是1比1 這難度比較高一點 帶過來 挑 大家不用像我真的1比1 你可以 把它放大來寫 拿比較大隻的筆 好 這樣 如此 5 5 跟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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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